二战中不管是盟军还是德军 都往对方城市上空投下了俗信的炸弹 于是这就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 他们在投弹的时候到底要不要瞄准 又该如何瞄准呢 我是人称百科全数的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先来回答第一点 要不要瞄准 肯定是要的 或者咱们可以这样说 肯定是想要瞄准的 谁家的炸弹都是花钱买的 当然希望把它投在性价比最高的目标上 比方说工厂铁路和桥梁等等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来了 怎么瞄准 实际上这才是真正困扰着空军最大的问题 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由于缺少有限的瞄准镜 采用水平轰炸的高空轰炸机 只能依靠投弹的密度来抵消精度 冒着极大的风险却收效甚微 这个击坏了各家的空军 于是纷纷提着 钱袋子满世界的寻找 能够设计出靠谱的轰炸机瞄准器的高人 很多的高人也都站出来尝试了 但就是解决不了 直到卡尔诺顿的出现 这个精于制作精细机械的瑞士 人恰恰也是一个极其有爱的人 他想啊 这瞄不准目标的炸弹 随便的就这么往下扔 得要伤及多少的无辜性命啊 哪怕是没有伤到性命 伤到哗哗哨哨也不好啊 所以我来 于是啊 一个中约20公斤设计 极其精良的诺顿MK15型 头弹瞄准器横空出世了 它有多厉害呢 两个证明啊 一个是诺顿自己说的 用了这台瞄准器可以准确的把炸弹 从5000米的空中丢到泡菜桶里面去 这个好像有点水分啊 但另外一个就是实打实的啊 美军为了研发诺顿的这台瞄准器呢 居然愿意掏出15亿美元 要知道啊 整个曼哈顿计划的投入 也不过才30亿美元 一颗原子弹顶两台瞄准器 你就能感受到 这是怎样的一台瞄准器了吧 那我们必须要好好讲讲它 一套完整的诺顿瞄准器 有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稳定器和瞄准器 稳定器一方面利用陀螺仪 来让自己始终保持水平状态 另一方面则通过与飞机的 自动驾驶系统联合工作 修正左右转向所带来的偏角 从而让安装在它上面的瞄准器呢 始终都能对准同一个方向 当投弹手需要瞄准目标的时候啊 它会旋转位于瞄准器下方的反光镜 使十字中心正好与目标重合 由于飞机在前进 所以目标肯定是会跑掉的 为了把它始终锁定在中心呢 下面这个反光镜实际上是需要不停旋转的 当然它会自动旋转 投弹手所要做的就是把它调整到 一个准确的旋转速度上 接下来就要做一些物理运算了啊 假设需要轰炸的目标 位于A轰炸机的飞行高度 使H理想情况下丢下一颗炸弹 它会用根号2H除以G的时间 落到地面 但空气是有阻力的 而每一种炸弹由于外形的不同 所收到的阻力也是不相同的 所以不能这么算 还好空军之前已经做过实际的实验了 所以也就有了各种炸弹 在不同高度落下来所需要花的时间的数据 用这个时间乘以轰炸机的地面速度 就可以得到从投弹时 到炸弹接触地面爆炸时 轰炸机飞过距离的地面投影了 这个叫做整体范围 这个整体范围跟炸弹飞过的实际范围 有什么关系呢 按理说理想情况下 它们应该是相等的 但还是由于空气阻力 炸弹飞行的实际范围 是要小于整体范围的 也就是说当炸弹爆炸的时候 轰炸机其实已经离间飞出去一段距离了 这个距离跟轰炸机的空速有关 也是个常数 叫做足迹范围 投弹的时候只需要在表格里面 找到相应的数据就可以了 所以整体范围减去足迹范围之后 才是炸弹飞行的实际范围 现在只需要用一个简单的三角函数 就能够计算出投弹时 瞄准镜下方那面反光镜的正确夹角是多少了 诺顿瞄准器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 控制飞机朝目标直线飞过去 然后当反光镜夹角正好等于计算结果时 触发投弹机构自动完成投弹 不管你有没有听懂 但至少听起来也好像值15亿的样子 对不对 那它的实战效果能与之匹配吗 完全不能 首先它故障频繁 而且由于它里面装的满满的都是精密部件 一旦出现故障想要快速修复 绝无可能 其次诺顿承诺的炮菜桶精度 是在理论条件下计算出来的 它假设飞机是在低空低速投弹 但战场上怎么个低空低速呢 比如装着诺顿瞄准器的B-17 全都执行的是高空轰炸 所以准确率相当的感人 另外投弹手在这样的高度下 还必须要目视目标 你把云放哪去了 盟军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是由于他们训练和使用诺顿瞄准器时 都是在美国中部干燥无风的沙漠里面进行的 而欧洲的上空根本就没有这种条件 这里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 1944年盟军轰炸位于洛伊纳的化工厂 工厂占地757公顷 目标够大吧 在22轮轰炸任务中 飞机都配备了诺顿瞄准器 并且投下了8万5千枚炸弹 你猜命中的有多少 10% 而且这10%的炸弹里面又有16%是亚弹 于是在遭受多次猛烈攻击之后 这所工厂在几个星期内又开工了 非常的讽刺 但其实更讽刺的是 诺顿设计出瞄准器的初衷 是为了能够精确打击 以减少无辜上网 但1945年8月6日 一名叫做伊洛纳盖的B29轰炸机投弹手 正式使用了诺顿瞄准器瞄准广导 投下人类第一枚原子弹的 这件事并没有人告诉卡尔诺顿 我是火箭术 关注我把有趣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